這個是東亞魔芋 魔芋聽起來本植物的專有名詞的感覺 拉二人員首說指的就是台灣四種特殊的魔芋 有長蜜毛的、有比人還高的 甚至還有像烤熟的玉米的 讓最早訪台的國外探險家驚言不已 譬如說最高的蜜毛魔芋 它就是台灣探訪台灣的這些西洋的探險家 第一個就是看到蜜毛魔芋 所以就把蜜毛魔芋推廣到世界上去了 其他還有很大的一片葉子都比我人還要高的 這個油餅魔芋 還有它的果碎像一個彩色的烤熟的玉米一樣 這個叫東亞魔芋 當然我們也有一個台灣原生種 而且特有的就只有在我們台灣才有的 除了蜜毛之外 後來被命名叫做台灣魔芋 它會最晚被發現 也是因為它是這四種魔芋當中最小的 除了魔芋之外 現場還展出像是台灣百合 台灣海藻和通草等近百種的台灣原生種植物 讓整座科普館植物園增添不少可看性 而配合7月下旬的園慶 科普館這次也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共同合作 在假日將舉辦植物與度量衡的對話闖光活動 那我們可以幫助參加園習會的這個大小朋友 然後學習這個怎麼樣去用正確的度量衡單位去測量植物的 可能是它的高度啊圓周啊植物的那個樹葉的大小啊 然後可能包括重量啊怎樣去秤重啊 藉由這個參與過程了解這個度量衡單位的重要性 這場展覽活動會持續到9月1號 透過圖文解說實體盆栽和闖光活動 希望讓更多民眾對台灣原生植物能夠更進一步的認識 記者的講台中才不到